Hello 大家好 我是Grace 今天這支影片呢 來和你們分享一個詳細的保養攻略 就是我自己啦 從頭到腳 臉部的啦 髮品啦 身體的 會用到的東西 一併的整理在一起和你們分享 那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說你還沒有追蹤我IG的話 在這邊可以找到我 我的生活動態還有我對各種商品的心得 都會在這邊更新 我們就繼續往下看吧 那我們第一個part呢 先從臉部的開始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美妝頻道嘛 臉部尤其重要 我是混合性疾病 T字波會出油兩頰偏乾 然後我最在意的就是皮膚保濕度了 各位尤其我現在長大了 年紀越來越大 我覺得水分流失的速度也越來越快 所以保濕這一塊呢 我自己還蠻注重的 我最近還蠻常用的化妝水呢 有兩支 一個是打放的全校舒緩化妝水 另外一個呢 是理膚保水的 雞水草B5全面修復保濕化妝水 名字為什麼背得起來呢 我也不知道 他們都很好用 主要他們的質地呢 是水狀的 然後吸收度很快 我很喜歡拿他們濕膚 因為如果說我的皮膚 在敏弱的狀況下 因為他們師傅我覺得整個修復的速度非常的快 那他們的差別在於哪裡呢 除了說價格稍微有一點點差別以外 理膚保水是沒有味道的 然後打放的話 他聞起來是有一股療癒的鮮渣味 就看你們自己喜歡的香氣是什麼 他們都是不治豆不治粉 所以我用起來皮膚狀況都非常的穩定 所以化妝水的話 我很常用這兩支 下一樣東西我覺得懶人還蠻可以收的 就是博斐斯他們家的超能千島精華露 這個我沒有和你們分享過 然後我將近用了一個多月 其實我對他的心得還蠻好的 主要我對他的心得好是因為 他一支可以取代化妝水精華 而且他還是千島 重點他可以混加各種美容油一起用 尤其我覺得他混美容油啊 就是你會覺得美容油 比你自己平時用手按摩吃的那個量還要再多很多 然後再來如果說我今天的精華是選他的話 前面那兩支化妝水我是不會用的 那給你們看一下他的質地 他的質地我很喜歡 是水水潤潤的 然後很清爽 不黏膩 眼神效果也很好 而且我覺得他的吸收度非常的快 就是你稍微按摩一下 你的皮膚整個就會變得非常的保濕水嫩 而且完全不黏 不油 不悶 不厚重 他很清爽 那他的話裡面有添加滿滿的養分 上網看了一下 因為這東西真的是很難備 就是他有那種可以刺激膠原蛋白的 黃金生態 然後還有抗氧化劑加強皮膚代謝的玫瑰作胎精脆 甚至他還有天然的保濕劑 像是玻尿酸跟蜂蜜潤膚劑 而且他還可以去幫我們抗發炎跟緊緻毛孔 所以我覺得以精華來說呢 他的功能還滿多的 然後尤其混搭美容油使用起來的感受呢 很棒 然後他是早晚都可以用 我也會把它當作妝潛保濕 像如果說我有一些比較乾的粉底液 妝潛保濕我用他的話 基本上那些粉底液都會非常停換 好那再來呢 美容油的部分 我最近也是搭配柏斐斯他們家的 這個是仙人髒子超能量精脆油 我覺得他們家油用起來是真的還滿清爽的 然後我也很喜歡尤其針對皮膚的保濕滋潤度 甚至是對於皮膚的修復能力呢 我覺得都特別有感覺 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因為我最近攝影期快來 所以我下巴正在冒粉刺 然後昨天有一顆粉刺 它特別的大 所以我用手把它擠爆 晚上基本上它還在流組織液油 然後我就抹了這一層油 隔天早上起床 我下巴這一顆粉刺 它就消很多了 那我知道有一些人跟我一樣 臉會殘油 你可能會覺得說 臉會油了 再用油會不會更油 我完全不會 因為它的油很清爽 我甚至可以天天油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 它是屬於輕油脂的那種狀態 你把它抹開之後 感受一下它的吸收度非常的快 這時候如果說你的臉上 缺水有乾紋細紋的話 基本上它也會很快速的幫助你 去改善那一些紋路 那它的這一瓶油呢 就是主打說可以抗老修復 然後可以復活 甚至可以去暈亮你的肌膚 再來 它可以增加你皮膚的防禦能力 搭配他們家那個前導用起來 就是可以讓皮膚變得非常的穩定 而且修復的速度也很快 所以這一瓶油我對它的心得呢 那這個油呢 它有添加一些還蠻厲害的成分 像是必需脂肪酸 我剛才上網看了一下 這個成分它主要是可以幫助我們 皮膚之間流失的脂質 它可以去做補充 那它呢還可以讓我們皮膚抗老化 抗發炎 跟補充我們皮膚角質之間 需要的保濕成分 那薄菲斯他們家呢 其實以美容油最有名 因為他們家的油呢 做得非常的頂級 像是我剛才跟你們說過 它們是 非常天然有機的 你們看到的這個顏色呢 完全沒有調過色 味道呢 也都是最原始的味道 然後它是百分之百 第一道冷壓精脆出來 所以成分呢 相對非常的溫和 但是相對的喔 它的感光度也比較高 所以如果說 你跟我一樣 皮膚容易被太陽曬黑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 早上我會建議不要用 但你要用也OK 做好防曬就好了 它這一瓶油啊 睡起床之後 皮膚是 自然亮澤 而且是不會有產生過多的油脂 就是你整個皮膚摸起來是很清爽 很滑嫩 然後很健康的那個狀態 那薄菲斯他們家的精脆油呢 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就是這一個 它是摩洛哥堅果復活精脆油 那一樣給你們看一下它的質地呢 屬於輕盈 然後非常好吸收的那一種 你抹開之後啊 你可以感受到你整個肌膚的那些細紋啊 馬上明顯被淡化 而且還有透出那種漂亮的光澤 那基本上這一款油呢 如果說你的皮膚是屬於比較乾燥缺水 你想要讓你的肌膚看起來比較緊實 然後有彈力感的話呢 你可以入它 因為啊 我覺得它對於皮膚的保濕跟滋潤度非常的好 而且還可以去調理肌膚的油水平衡 那如果說你想要就是找具有修復功能的美容油的話呢 他們家仙人長子超能量精脆油 我覺得修復效果真的很厲害 還記得我剛才有跟你們說 他們家千島很好用嗎 我跟你們說 他們家千島混各種美容油都很好用 尤其混到他們家的油 我覺得更好用 來和你們分享我平時的用法 像我自己的話就是洗完臉之後呢 會先敷他們家的面膜 這個面膜我之前他們介紹過 面膜敷個10到15分鐘之後呢 你就可以調和他們的比例 千島精華比例是3 然後精脆油的比例是1 稍微按摩一下 它的吸收度真的超快 讓你的皮膚保持清爽 可是又有保濕跟滋潤度 如果說你擔心保濕力不夠的話 你可以再等個5到10分鐘 稍微去觀察一下 你皮膚有沒有一些局部是比較乾燥 如果說有的話呢 這時候你可以再拿一滴精脆油 一滴就夠了 在你的局部乾燥地方做按摩 加強它的保濕度 我跟你說這個方式呢 既清爽又保濕 然後友善油性肌膚的人 甚至你是怕悶怕油 怕黏膩的人呢 這個辦法都同有 我幾乎每天啦都是這樣保養 整個皮膚超舒服 然後又超保濕的 那至於這一款面膜呢 我之前和你們分享過空品 那這是我的第二盒 這一盒面膜呢 就是三日體驗組有三種不同的款式 有贖水的透亮的 另外一款呢是復活的 不管是哪一個款式 裡面都有添加他們家的美容油 所以敷起來 我覺得跟一般的面膜比起來 它更滋潤 然後更保濕 而且我覺得它保濕的能力更久 他們家精華呢 給的很多 一片面膜就可以包容到全身的那一種 所以像我自己的話就是 臉敷一敷 然後把精華帶到全身抹一抹 幾乎啦 它是可以吸收的一乾又二淨 然後讓你的皮膚是帶自然透亮的光澤 那相對它的單價呢 確實比較高 所以我會建議你們可以趁這次週年進 週年進 他們有推出一些非常不錯的組合 你們可以靠專櫃去看看 或者說你們也可以直接在官網上面去做瀏覽 我跟你們說 他們不只是有這樣子的正貨裝 也有推出那種小莫數的 好像是5莫還是15莫嘛 就是它的價格是比較好入手的 當然如果說你想要親自體驗的話 你也可以靠專櫃去試試看 他們的專櫃我記得在 信義的遠東百貨裡面是可以看到的 博菲斯他們家的美容油 我通常都是放在晚上用嘛 那早上的話我就會換成 克蘭斯的黃金霜激脆 它是一個水加精油的質地 你把它混合起來呢 它也非常的柔順 然後非常的輕盈 很好吸收 吃到皮膚裡面之後啊 你的皮膚是帶那種漂亮的光澤感 然後又有保湿跟滋潤度 然後我覺得 跟他們那個博菲斯的前導放在一起 也非常的好用 也可以讓你的底妝很服貼 那這支呢 我已經講了大概3、4年了吧 對我來說也是糟糠妻之一 好那至於鎖水的話 我最近很常用的有兩瓶 這個是Elemento Herbalage 他們家的小米黑夜麥彈粒日霜 這個日霜我今天早上把它用完了 我覺得它對於皮膚的保濕度是非常的強 我都是夜間用它的鎖水 因為每天都睡在冷氣房裡面嘛 冷氣房會榨乾皮膚上的水分 所以我要好好封存我剛才前面堆疊的那一些保濕保養等等的成分 所以我就用到它 如果今天皮膚已經很滋潤的話 我就會換成它 這個的話呢 它就是無油的配方 所以它是很輕盈的鎖水 然後又可以讓你的皮膚呢 恢復到清爽無負擔的狀態 它是透明凝膠狀很像醬糊 但我覺得它那個保濕的程度呢 算是比較基本的 好那再來呢 眼霜我最近常用的是這一個 是天天用克蘭斯的黃金亮眼吹 這支真的非常的好用 是我目前遇過最讓我驚艷的 吸收度快 摺地輕易又不會讓眼周長什麼奇怪的顆粒感 它的話就是那種水乳的質地 幫了一段時間 我跟你們說我發現我眼周呢 是不太會積粉底液的 就是你的眼周是水潤 然後保濕 沒有乾紋的痕跡 好那第二個part呢 是臉部洗屑的部分 我最近用的洗屑東西還蠻多的 一樣我全部都拿來和你們分享 第一個呢 是肌膚的去角質產品 我最喜歡用這一個最近 它是Elemental Herbology 它們的紅茶酵素明亮去角質霜 這個之前還沒分享過 一瓶結合物理去角質跟化學去角質 那用這瓶去完角質之後 我覺得整個皮膚很溫和 然後你會覺得毛孔很淨透 甚至整個皮膚呢 是有那種滑潤滑潤的感覺 觸感非常的好 那我最近常用的卸妝產品呢 是這兩個白尾炎漬的 美脆舒緩卸妝凝露 那我先說它 它真的還蠻溫和的 對於皮膚呢 是不會有刺激感 那基本上我覺得底妝呢 是可以卸除的很乾淨 但是對於防水型彩妝它的 溶解能力就非常的還好 所以我會覺得它適合淡妝 然後它的話方便的點在於 你的手乾手濕都可以用 另外一個呢 是完美日記它們的呼吸卸妝油 那這個呼吸卸妝油的名字 是我在淘寶旗艦店上面看到的 我用了一個心得非常的好 因為它卸除能力非常的好 對於防水型彩妝呢 幾乎是一油卸到底 就是你的睫毛膏眼線都可以卸除一乾二淨 而且又不會讓你的皮膚呢 有那種清潔力過強的 不舒服的感覺 它的成分呢 我覺得用起來蠻溫和的 然後也不會刺激你的眼睛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你必須要保持手乾臉乾的狀況下 才可以用 要不然你會卸不乾淨 好那洗臉的話呢 我最近也是有兩隻在輪替 因為季節在轉換 所以我會根據不同的膚況去做選擇 那我常用的有兩個 一個是柯潤的靜韌保濕解顏慕斯 另外一個呢 就是愛杜莎的毛孔淨透凝膠 這兩隻呢 它洗起來完全不太一樣 像是愛杜莎的話呢 它對於皮膚的潔淨能力 真的非常的厲害 如果說你的毛孔容易髒 容易藏汙納垢的話呢 你可以用它 因為你洗完之後 你的皮膚摸起來是 滾滾滾滾的感覺 洗得超乾淨 但是又不至於會讓你的皮膚 有那種缺水緊繃的不適感 那如果說你算是比較敏感肌 或是說你是乾性肌膚 你希望你的皮膚有保濕的話呢 我會推它 這個的話 那它洗起來你的皮膚摸起來就是 欸 甩甩嫩嫩的 滑滑的 然後非常的放鬆 所以當我今天皮膚呢 是比較敏弱的話 我的潔淨產品就會用到它 接下來呢 是髮品 我常用的有兩樣 就是這兩個 一個是 Pivita的女士活化洗髮精 這個字講到爛掉了 這個我很喜歡 因為它的味道第一個 直脆香氣 哇 超級療癒 那再來就是它洗頭皮 我覺得洗得還蠻乾淨的 而且它可以讓我的髮根呢 留有一個膨度 用它洗頭髮之後 感覺掉髮量也有比較少一點 那我的頭髮就是比較容易扁塌 所以我通常都是用護髮油 去取代潤髮產品 這個是巴黎雷雷的精緻護髮精油 然後它的味道呢 是茉莉小蒼藍 是那種香水的花香調 但是我覺得它的味道偏濃 如果說你對於濃郁的花香料 比較在意的話 我還是會推薦你們可以買 最原始的幾個版本 質地的話算是水水潤潤的感覺 非常的好吸收 吃到頭髮裡面呢 基本上它也不會讓你的頭髮 就是太油太厚重 它算是輕盈保濕的那一種 接下來呢 我們來講洗身體的 身體的保養 先是這個 Elemental Herbalgy 他們的橙花玫瑰舒緩 保濕沐浴膠 這個花香調 我覺得聞起來是偏 愉悅跟浪漫的那一種 然後它的味道不會過濃 所以你在洗的時候 當下非常的舒緩跟放鬆 但是你洗完之後 皮膚的流香度 不會這麼的久 那如果說你希望 你自己的皮膚流香度 要再久一點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搭配 同款的身體乳 它也是橙花跟玫瑰的香氣 它就是那種 你今天擦 你明天洗澡前 在我們自己的皮膚 那個味道都還在的身體乳 清爽的保濕 因為抹完了之後啊 你的皮膚完全不會沾黏任任何的髮絲 非常的乾爽 然後又有保濕度 可以讓你皮膚帶光澤 可是我覺得它的味道偏濃 如果說你在密閉室空間 身邊剛好有其他人的話 不見得對於這個味道的接受度 跟你一樣高 像我的話就跟我姐住嘛 有一天他提醒我說 你的身體乳味道好像有點重 所以我後來就把我的身體乳 換成了這個 這個是加丹尼爾的 迷迭香柑橘身體活化乳 它一樣也是屬於比較水感的質地 吸收度很快 吃到皮膚裡面之後 皮膚是有保濕 然後帶光澤 可是又不會讓你的皮膚造成那種 黏膩厚重負擔感 它一樣是走那種清爽的路線 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這個我也很喜歡 以上就是我最近常用的保養品 然後從頭到腳 我每一樣都有在用的 就搬出來和你們分享這樣 東西非常的多 希望你們都有吸收進去 那也很感謝 薄斐斯贊助這支影片 所以片末呢 我再稍微和你們簡介一下 薄斐斯這個牌子 它是來自於西班牙 一個非常頂級的美容油品牌 他們的主原料呢 都是來自於摩洛哥 他們家的精脆油呢 都是經過第一道冷壓萃取出來的 所以成分非常的溫和 然後很天然 再來就是你看到他們的顏色 香氣都是最單純 最原始的 以油來說呢 他們真的非常的清爽 而且吸收度真的很快 甚至我覺得兩瓶保養起來 都很有感覺 所以就還蠻推薦你們可以試試看的 你們可以靠櫃體驗 或者是說你們可以打開他們的官網 除了說我手上這個正貨的包裝以外呢 他們有販售那種很可愛的舞茂裝 所以你可以先從小茂樹的入手 油嘛 基本上它的那個消耗度沒有那麼的快 所以其實舞茂也可以用非常的久 好啦那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的影片分享啦 希望你們會喜歡 如果說你們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按一個LINE 更多我的生活動態包含 我對產品的心得呢 都會快速的更新在IG 要記得追蹤我囉 下次影片見 掰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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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